李宗盛議員 李宗盛議員 剛才大家聽過介紹 我是陳潔瑜 我是香港科技大學生命科部的一個助理教授 所有學生都叫我Karen 今天是第一次有人叫我中文算名 還要加博士兩個字 所以我現在覺得壓力很大 所以如果我等一下說的時候說得很快 或者中英夾雜有任何聽得不明白 或者不清楚的地方 隨便舉手叫我停 再我重新說絕對不是一個問題 今天的題目是水底工程和生物 或者生態工程師 我當然不是說拿一輛玩具車 在海藏裏鏟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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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鏟 而一個工程師 英文真的叫Ecosystem Engineer 我不是說一個人的正職是做工程師的工程師 我是說一隻生物透過他自己的活動 或者是他自己本身 透過他們每一個活動 或者他們做的事 或者他們的身體 去改變他所住的環境 最出名的最出名的 如果說到生物或者生態工程師 通常大家給的例子都是陸上 最出名的可能是beaver 即是水尼或者海尼 你說他做甚麼呢 如果在美國來說 這隻動物 海尼就會去咬斷樹 然後把樹去建一個水壩 然後去製造它自己住的地方 他在這個過程中當然改變了幾件事 改變了水流 突然間那棵樹本來在這裡長得好 有人會咬斷它 他去了一個新的地方 如果你只是在美國看這一隻品種 如果有海尼的地方 生物多樣性 植物方面會多了33% 鳥仔也會多些 生物的循環 生態循環特別是炭也會快了 大家就會覺得這隻動物很重要 但當然你可以想像如果這隻動物 他做這個工程 那個工程有地方改變河道 如果沒有的話 那就沒有很大的問題 例如在智利 有人不小心地帶了幾隻海來 那就出事了 現在在智利的某些戶口裡面 現在就要想辦法捉走他們 因為他們不應該在水壩的時候 不應該在水壩的時候 我就是在說這些工程師 他不是故意說 我有需要今天在這裡建一個水壩 只不過他本身每一天就是在做這件事 另外一個比較有名的例子 也在陸地上面 始終在濕地公園 我想我要說了 在地上面 我們才慢慢進入海裡 應該會是幽隱 Earthworms 他又是透過他的動作 去改變他周圍的生境 就是透過他不停地轉地 這就是他做的事 你說是幽隱而已 幽隱吵什麼呢 大家知道幽隱吃什麼嗎 平日 吃泥 正確一點來說 他吃泥上黏住的有機物 是不是 其實是透過 例如樹葉或者其他東西 掉到地上 他要透過幽隱去吃了它 然後 真的挺活動的 然後再從一個泥道轉下去 就是把養分 由泥土的表面 帶到泥土的裡面 在這個過程裡面 就令植物可以有一個 有一個 其他一個 拿養分的 途徑 對不起 我這個星期教了四堂書 都是教英文 所以你感覺到我的腦 是轉不了台 幽隱是一個例子 另外在這裡 你們外面也有 這些是什麼 有很多義工 不認得 這個不是香港有的品種 我聽到了 有人說紅樹 Mangrove 就會是一個 鹹淡水交界之間的 生物工程師的 一個很出名的例子 他們做什麼呢 其實又不是 他們這次一棵樹 就不會掘泥 又不會去建水壩 他們做的事很簡單 只不過是他們的生長模式 就是透過他們的根部 就會製造 被其他動物住的空間 或者被魚仔 真的魚花 他們打魚的人 會叫魚花 或者廣東話 我們叫魚貓 Juvenile fish 的一個棲息地 因為有脫泥 有洞 有洞 這個是我 上當年去巴拿馬做事 如果你去 在一個 紅樹林 的地方浮潛 你不怕被 刺到你的身 全身都是 你可以去的 你會看到其實根下面 就已經住滿了很多不同的動物 那麼 這些動物 為什麼我們叫他們 生態工程師 或者Ecosystem Engineer 最主要的原因是 他們 對牠生境的影響 是比牠的體積大 就是說什麼呢 牠可以很小隻 但是牠做的改變很大 一隻很小的幽人 會令到有更多的碳循環 牠令到的碳循環 未必比牠隔離很大棵的樹少 所以我們才會叫這些 這樣的動物 做Ecosystem Engineer 但是當然要提一個 我自己覺得 都挺有趣 和尷尬的Ecosystem Engineer 我覺得如果我們廣東話說 牠應該是最金 或者含金量最高的 就是Ecosystem Engineer 那牠是什麼呢 就是一條鯨魚 再特別一點 就是Sperm Whale 一條抹香鯨 那 大家知不知道這張照片 裡面抹香鯨做的什麼呢 有沒有人有答案 我聽到了 我聽到了 大家因為不害羞 可以大聲一點說 大便 沒錯 所以我就說牠是最金 對嗎 很厲害 那你說 蛤 我很喜歡給大家看真的數據 如果我們從1650年開始 到現在2000年 黑色實線是人類的碳排放 我們放在我們的大氣裡 但是這個是全球鯨魚 加起來透過牠們的便便 把碳帶進深海的份量 都幾多 如果我們計算 每一條鯨魚透過牠的便便 即牠真的這樣吃了 吃完 然後去到那些 排泄物就會去到深海 究竟有多少呢 一條鯨魚 平均每一年是30噸 三十噸 一輛巴士都只有一噸 我說三十輛巴士 一條鯨魚 我不是說全部 所以鯨魚是另外一個 有些人說 牠是生態工程師 可能你沒有想過 不是一堆沙蟲在一起 不是很多紅樹 不是好幾隻海裡住在一起 我是說個別的鯨魚 另外鯨魚有一個題外話 就算看到鯨魚死了一刻 鯨魚的骨都會沉到海底 而那塊骨會是 你想想在深海裡黑鯨魚 如果你去看 Finding Nemo 即是很舊的 第一套的海底鯨魚 你們可能又未出生 你會看到 Marlene和Dory 那兩條鯨魚 游到深海裡 黑鯨魚什麼都沒有 你想想在這麼黑的地方 不能做光合作用 你所有的營養 都要在海面下跌下來 突然之間 大家什麼都沒有了 周圍有一塊 這麼大的骨頭跌下來 這就是一個大餐 所以鯨魚也算是 一個很重要的生物工程師 但我覺得他們 含金量很高 當然了 說了陸上的 最出名最出名 當然是 澳洲的大寶礁 除了提供給其他動物住的地方之外 它也是為人類做了一個天然的平章 所以 珊瑚是很重要的 那麼 停一停問一問 香港 有沒有珊瑚 有 很多人都說有 應該聽過很多次吧 大家 可能你們看報紙都會看到 我覺得在這個時候 我要停一停問一個很大的廣告 作為一個讀海洋生物學的人 有很多人問我 為什麼你們在美國讀書 然後回來香港工作 香港有什麼 我覺得很好笑 大家會覺得香港想 香港就是中環 和搭天星小輪那一節 沒有其他東西 其實這個概念也挺錯的 我很開心 這是我另一個朋友做的研究 可能你們也聽了 吳潘東博士說的另一個講作 他來了沒多久 Terence 他就用了兩年的時間 去做了一個 香港海洋生物的名錄 我們想數一下 香港裡面有多少個品種 他們估計 只是在香港裡面 我們有超過6500種海洋生物 這個數字 可能對於你們來說 沒有什麼關係 但如果我告訴你 香港不到中國 整個中國的百分之一的面積 我們有它百分之二十五的物種 那你就想想 我們其實有多少 個別的小組 例如 螺 波羅斯 或者 Echinoderm 我們是去到超過三成 激皮類 和貝類 我們有差不多三成的物種 就是說 在這個地方 好像 很繁華 你沒什麼機會見到 海洋生物的時候 只不過其實我們沒有去看清楚 周圍都有很多 不僅是有白海豚 甚至我們有很多小的蕉潮蟹 或者我們也有香港的珊瑚 當然 你們很多人都說 香港有珊瑚 你們都已經知道了 如果你還未知道 我再提醒你一次 香港是有珊瑚的 正確來說 我們香港是有珊瑚群落 我們沒有珊瑚礁 我們不會像大寶椒一樣 有一個 蕉潮出來的 珊瑚礁就沒有了 但珊瑚一定是有的 我們有軟體的珊瑚 也有 會 可以 會形成珊瑚礁的 那種 Hermatipic coral 我們兩樣都有的 那 如果你去看 當然 在香港東面的水域會比較多 因為比較近海 西面的水域 現在因為有珠江河口 沖很多泥沙 那麼珊瑚呢 一般 就主要分兩樣的 要摩 珊瑚呢 就是靠 粥水裡面的食物來維生 要摩 珊瑚呢 就是靠它 跟它共生的藍綠組 來做一個光陷採用 如果它沒有這樣的能力 它需要比較淺水 以及水要比較乾淨 一來有食物 二來可以有陽光 所以你會看到 主要在香港 東面的水域才會有珠江河 在這裡 不要罵我 各位濕地公園的同事 我可以跟大家賣多一個廣告 如果你們想知道 關於多些香港珠江河的東西 我很坦白 我不是那個專家 但是呢 由一個展覽 你們可以去看的 是香港海市博物館 那就是 只是說香港的珠江河 你們可以有空去看看 那 當然 另外 我剛才說的紅樹林 香港也有紅樹林 也有這種生物工程師 我大概說了一大堆 大家都可能已經聽過 以及很出名的生物工程師 我是一個有點奇怪的人 我喜歡做無垢椎動物 因為我覺得他們是 the little guys 每個人都不是很起眼 不會想起它 所以我今天要為他們發聲 我會介紹他們給大家吃 我會說兩種動物 第一種動物是海膽 我想大家想海膽 通常都是想有刺 和刺身壽司 對不對 其實他們除了給你們吃之外 他們 都有很多很重要的功用 第一 這三張照片 都是在香港水域營的 這一個 你看到 在沙地上面全部一粒粒 一粒是一隻 全部都是海膽 其實他們現在在做的事 就是和優孕是沒有分別的 在那裏 他們就是在吃泥沙表面上面的泥沙 然後過濾了中間的有機物 這是他們的其中一個作用 就是說他們有些是會轉孔的 有些海膽是會躲進去沙底的 另外一些海膽當然 就是食齋的 就是等於你家裡養了很多隻牛 我想 你的草地 如果沒有了隻牛 那些草就會不斷生 同樣道理 有些海膽 只是食齋 他們會食草 他們會食草類 他們就會在石面 或者其他地方 就食了一些草 為什麼它在食草的過程中 會為其他生物開通一個空間呢 就是說 如果你那塊地生滿了草 其他東西就已經不能再生長了 於是就是透過他們這個攝食 在那裡刮的動作 去令到其他動物有空間去生長了 最後一個呢 這一隻長刺海膽 這裡平時有人潛水 一個 應該沒有刺過不少次 在香港 只要一隻馬數 這隻海膽刺得非常之痛 那如果你 對 還有 我想大家作為香港人 只要關心問我一個問題 這些學生通常見到我介紹動物 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 什麼 下一個問題有人說 吃不吃得 非常好 我已經猜到了 我告訴大家 這個吃得 這兩個不吃得 好嗎 這隻 這隻叫紫海膽 你們如果去日本餐廳吃 他們賣給你 馬份海膽 同一隻 突然之間 所有人都會去學潛水 看看可不可以自己下去撿 不要啦 有得賣的 那說回長刺海膽 先說了他們 為什麼刺你會很痛 就是因為他的刺 跟其他海膽不一樣 其他海膽的刺是一條的 刺到來就拔出來 不是什麼事 長刺海膽是很有趣的 它是一格格的 就是你拔走了第一格 下一格會再卡住你 然後每一格都有一個導勾 所以我不喜歡我的學生做這隻動物的研究 因為整天都做到 整天都很痛 那他們的生物工程是做什麼呢 有掘泥沙 有吃海藻 他們其實都是吃齋的主要 他們都是會吃海藻 但是他們有另一個作用 因為他們在珊瑚礁的地方出沒 他們不是有心去吃珊瑚 只不過是當他們在吃珊瑚上面的海藻 的時候 刮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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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刮掉珊瑚上面的骨頭 珊瑚是硬的 你想想 有些硬的珊瑚 Hot Corals 它好像有骨頭的東西 白色的那些 它就會刮一下刮一下 這樣就刮了出來 於是這樣就做了一個循環 我講了三組不同的海膽 他們已經做了三樣不同的很重要的東西 如果沒有他們 你可能會不停生了很多海藻 又或者你的有機物 會掉在海藻 很難分解 所以不要只想海膽 你看到他們是很多次 吃不吃得 他們都有其他用的 而且不是每次都吃海膽 都吃得 再提一次 這兩個不能吃 他們有一些 有金屬類的東西 在他們的生殖器官裡面 你們吃海膽 其實是吃它的蛋和精子 所以吃海膽的時候 你會覺得這兩個不好吃 或者你會覺得它很困難 只要你問我有沒有試過 我有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工程師 我會再講一下 就是蠔 或者如果要講國語 就摸捏 好了 香港 你們可能比較常見的 其實都是這一種 他們一般就會黏在石頭上面 又或者在沙地上 你會看到只有一塊石頭 就會有一大堆蠔山在上面 其實就是只要有一隻 其他就可以組成一個reef 不只是珊瑚才可以有一個礁 蠔都可以靠蠔學 生在一起 變成一個礁 變成一個天然的屏障 大家可能從來都沒有想過 再講一次 不一定只是珊瑚才可以變成珊瑚礁 我可以是有很多蠔 蠔搭蠔生長的過程裡面 然後組成一個礁 一個reef 另外蠔一樣很重要的工作 就是做bio filtering 生物過濾 左右兩瓶水 我拿了我朋友仔 在美國的圖 左右兩瓶水 本來放進去 同樣都是有這麼多東西的 同樣都是有這麼多浮油的水組 然後左邊那個沒有放蠔下去 右邊那個放了一堆蠔下去 在兩個小時之後 你就已經覺得一缸清了 你的右邊的缸會比較清 其實蠔已經吃了水裡的浮油植物 就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很快就已經令到水變得乾淨了 那就是說 除了例如 你如果要在海邊 你要鞏固你的海邊 你可以去放一堆蠔 摘緊它 另外一個蠔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令到你的水變得乾淨了 一個過濾的作用 那剛剛介紹的時候提過 我今天主要很想很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們人類活動 對於這些工程師有什麼影響 而你們也表演了給我看 其實最緊張的就是 吃不吃得 吃得 海膽是 海膽壽司 我們亞洲人不會想 如果你是一個意大利人 你會想韓國的菜 那兩樣都是非常之多人吃 價錢也是非常高 你可能沒想過 在華南地區 已經有四個品種的海膽 現在是有人養 然後用來賣 是一門生意 而且如果你想在香港 吃海膽 甚至西貢有地方 有海膽場 你去坐巴士 然後上去才開海膽給你吃 其实不只是吃 其实是一门生意 我们说的是有经济效益 另外当然 Oyster on the half shelf 吃蚝当然是吃生蚝 停一停告诉大家 香港你们会听刘浮山 现在刘浮山开始有人想出刘浮山的生蚝 我家是潮州人 作为一个潮州妹 我觉得蚝很重要 如果你不让我吃蚝 我会觉得很不开心 所以我会觉得 这些生态工程师除了改变自己的生境之外 跟人的关系其实是很近 你可能说我不觉得水干净不干净 我看不到 但可能你会吃 到底人类活动对于他们有什么影响 就要讲讲在珠三角地区 我们现在在养蚝发生什么事 最出名在香港大家最清楚应该是刘浮山 有没有人去过 对上一次去刘浮山是什么事 踩单车 踩单车 好 有没有去吃海鲜 没有 刘浮山以前就有很多蚝墙 现在其实也有的 他们有蚝牌 就真的会是这样的 但是如果你问我吃刘浮山的蚝 我敢不敢吃呢 你问我 我回答你 没有菌 一定没有菌 OK的 但是如果你说在国内 华南地区 其他地方来 我会跟大家讲以下这种东西 这三只蚝 就是跟你在刘浮山看到的蚝是同一个品种 Casostrius hongkornensis 那 那 蚝有什么不妥呢 蚝 蓝色的 那为什么会蓝色呢 有没有人猜到 猜一下 猜一下 重金属 很厉害 知了 对啦 什么重金属 吃完了会蓝色的成只蚝 咿着蚝 染料 人们说 铜 我听到 铜 鱼 特别是在福建省 現在有時候入口的蠔 你們可能沒有想過 在中國的沿海東部 養蠔又是一個很大的生意 很多很多蠔場 曬蠔豉又好 製造蠔油又好 甚至是買一隻小蠔給你 有很多蠔場 但是例如福建省的地區 他們有很多工業污染 銅是其中一個 銅、猛、甲全部都有 如果你們要英文的就是 Catmium Sink Sun Celenium Copper 全部都有 還有在中國國內 我們現在未有 其他未有一個既定的標準 是甚麼是安全甚麼是不安全的 我有一個在福建的同事 他做了一個這樣的研究 不用怕這個不是香港的蠔 再說一次不是香港的蠔 我在福建 他去捉那隻蠔 真的會藍色到這樣的地步 也要跟大家說說 那些銅從哪裡來 可能你們想不到 我自己也有一份 手機 手機屏幕 有銅、有Catmium 兩樣都有 他們去看了一隻蠔 就看了藍色的蠔 以及不是藍色的蠔 一個不乾淨的地方 一個乾淨的地方 那這個是甚麼呢 他就在看不同月份 只不過是男女比例 黑色的是女生 灰色的是男生 白色的就是未變 那你說究竟看到甚麼呢 第一樣你要看看 如果在乾淨的地方 三、四月 已經你會看到有女生 有男生 即他們已經可以準備成熟 準備去交配 準備去生下一輪的蠔 但是三、四月 在污染的地方 是還沒有那件事情發生的 另外一樣 都挺可怕的東西 就是如果你對比起黑色的部分 在污染的地方 是高過沒有污染的地方 這個是第一個report 就是全世界第一次 有人在野外 看到豪變性 性別的比例有差異 我們英文叫femalization 通常有污染的地方 會女生多過男生 這個性別差異會是一個問題 在下一代 就是女生多過男生 所以如果你說在華南地區 有重金屬的污染 這些生態工程師 都會受到很大的影響 但是 我覺得在在各位會很擔心 我不想嚇壞你們 所以我要給大家看這個表 對不起 很多數目字 我只是說一個重點給大家聽 就是 煮了 會少了 不用怕 這是另外一個研究報告 他們就要說 阿克機 卡銘 法銅 砂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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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化銅 輪化銅 鎖 不同 如果一個魚 有一個大量 如果是煮熟 可能燒也好 辦法炒也好 還是蒸 炒 燒 以及燒 所有的重金屬的含量 都會向下跌 即刻可以輸一口氣回家 今晚做一條魚來吃 需要太擔心 那我講了第一個例子 人類活動對生態工程師 第一個影響的例子 就是在工業過程裡面 我們排放出來的重金屬 會不會有影響 那這些全部都不是 我自己做的研究 我研究做的主事 就是這一點 是氣候轉變 人類活動 那就是怎樣 在過去的那一百五十年 自從工業革命開始了 其實人類活動 導致我們的大氣裡面 多了很多二氧化碳 那這個是年份 公元一千年 紅色是氣溫 右邊藍色是說 我們空氣裡面二氧化碳的紅量 那你會看到二氧化碳 工業革命之後 不斷地向上升 因為我們燒煤 煤、煤、天然氣、油 隨之以來 温度也不斷地向上升 其實這個概念很簡單 你冬天冷 你會蓋皮 那張皮令你很亂的原因是 因為空氣很隔熱 你蓋住那張皮 蓋住了一層空氣 然後你就會很亂 如果我現在放多一些二氧化碳 去大氣裡面 你那張皮就厚了 那就熱得越來越快 我講了氣候轉變 第一件事當然是面暖 但另外一樣可以發生的事 我們通常是說它是海洋暖化的孖生小孩 一個很邪惡的孖生小孩 叫做海洋酸化 左邊你看的是 在2014年11月 如果我們計算 從1950年到現在 究竟熱了多少度 海或者地球表面熱了多少度 紅色即是熱得多了 藍色即是冷了 你大概會看到 整個地球都變得熱了 不難想 另外一個會發生的事情 我們會叫做海洋酸化 那什麼是酸化呢? 如果你看酸簡直 變得低了 就是酸了 越紅色的地方就越來越低 那你可能會問 為什麼 有沒有人今天喝過河口可樂? 或者任何的汽水? 沒有 有人有 汽水裡面為什麼會有氣 那些是氣是什麼? 一樣發達 沒錯 或者你家裡自己買一個 CMF drink machine 都是一樣 就是 其實我們現在任何活動 正在做的事情 就好像 你家裡的汽水 做汽水的機 在打耳氧化碳 進海裡 其實耳氧化碳 進了海水會發生什麼事呢? 第一步 Carbonic acid Carbonic acid 是 碳酸 然後 碳酸會分開成 碳酸氫離子和氫離子 如果這裏有人讀 氣氧化碳 以前就會記得 PH酸鹼值 就是究竟有多少氫離子 越酸的 就是越多氫 我做的研究 很多時候會想知道 如果我們越來越多 這些氫離子越來越酸 究竟會發生什麼事? 不過提一提大家 我忘記了 我放了一張 slide 海水的酸鹼值 一般大概是8 就好像一杯牛奶一樣 正常是一杯牛奶 我說它變酸 大概是減0.3 0.4左右 你說0.3 0.4很少 Carbon 你這樣都可以做 research 其實不同的地方 酸鹼值是lock scale 什麼叫lock scale 就是1乘10的脂肪 減0.3就是加了50% 我們研究就是 如果多了50% 輕對生物有什麼影響 其實第一個最簡單的問題 就是你媽媽會罵你 如果喝很多汽水 她會說什麼? 什麼? 太甜很容易注牙 太甜很容易注牙 對了 其實不僅僅是甜 是因為如果你喝汽水 一杯可口可樂的pH是綠 其實是酸過你棚牙的 所以棚牙會軟了 你想想所有海洋生物 只要是有殼 有骨 通常一般這些物質 就是跟棚牙完全一樣 你多了 輕酸了 醃住 這樣就用了 我就是做這些研究 但在我跟你們說 我研究究竟做什麼之前 我要提醒大家 說氣候轉變 不要想跟香港完全沒有關係 今天是10月 如果說中國節氣 我們已經過了小寒 大家今天有多少度 熱了 你還穿短袖衣服 如果你看回去年的新聞 這個是去年的SEMP 南華早報 都挺誇張的 冬至那天 我還是要看舊報紙才記得 去年的冬至那天有30度 這個就是氣候轉變 對香港的一個很明顯的影響 如果你看天文台的資料 你會看到1880年開始 香港每10年氣溫已經上升了 大概0.1度 這個是平均氣溫 特別熱的日子 也都越來越多 另外一樣對香港很大的影響 當然就是我們下多了雨 熱 因為空氣 熱的空氣 可以令到水 可以 如果 好像 女孩子 我們會去做Facial 我們不會去蒸一下臉 因為熱的空氣 可以 hold住更多的水分 如果整個地球熱了 特別是香港 例如說香港這麼小的地方熱了 那你就可以在空氣裡面有多點水分 你就容易下雨多了 那你說 不要緊 對我沒什麼影響 那作為一個超級容易被蚊咬的人 我就覺得很有差別 你熱了 多水 蚊蚊就有地方生長 我就會被蚊咬 這是一個很貼身的影響 又或者 對其他 可能這裏在在有些已經是業主 你的 Sea Fund Property 如果 隨著這個氣候轉變 這個海水膨脹 水位向上升 那你的全海境無敵 向海單位 可能就 有 水浸的危險了 絕對不是一件好事 如果你們這麼多人不相信我的 我可以跟大家說 你們可能 有人喜歡吃蝦 沒有了 有人舉手 這是我一個很好朋友做的實驗 很有趣的 這個實驗很簡單 他拿了茅丹蝦 真的完全是茅丹蝦的類型 Pantanus arborealis 他就拿了這個蝦 就在瑞典 養了它在一些酸的海水裡面 養了三個月 一個正常水 和一個酸的水 然後撈了蝦 然後就煞熟了 大家就在這裡吃白灼蝦 這個白灼蝦發生了什麼事 就是 很好吃的 全部都是正常的 養出來的 不好吃的 全部都是 酸水養出來的 那就是說 如果你告訴我 你不介意熱了 不介意雨落得多了 可能你好像我那樣 平日坐辦公室 你連吃一隻蝦 都可能沒那麼好吃了 所以我實驗室 就是做氣候轉變 對這些動物有什麼影響 因為我們很想知道 他們會怎樣面對 和會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做的研究 主要對象是做幼體 或者幼兒子 就是什麼呢 有沒有人知道 這個大過祖會變成什麼 這隻是什麼 魚 我聽到有人說魚 好厲害 我想大家只認識他這個樣子 還要是蒸熟左右薑蔥加豉油那隻 一條小班的BB 是這樣的 什麼斑 我問得非常好 真是紅斑 真是紅斑 大眼雞是另外一個種子 好 在這個時候 我覺得大家要睡覺 所以我要問問題 大家猜 這條斑猜得這麼厲害 可不可以猜猜 這六幅圖的動物大過會變成什麼呢 我給大家兩分鐘 舉手答 還有有小禮品 我猜 我猜上面中間有一個雞蒲魚 這是雞泡魚 不是 我猜是第一個金魚 金魚? 也不是 後面 蝦的右 蝦是哪裏 中間最黑色的那幅 這個 蝦或者蟹 這個 蝦 近了近了近了 還未是 近近近 是不是在前面? 綠色嗎? 右下面魷魚 魷魚? 不是 我猜右上面那個像墨魚 不是 第一個都是亂猜的 是馬蹄蟹嗎? 不是 我給大家一個提示 我的正式是研究毛隻 追動物 你們可以不要猜它們是一條魚 第一個是水母嗎? 這個 這個是水母嗎? 不是 八爪魚? 是 這個? 這個 這個? 也不是 這個 我覺得這邊 這邊 這邊 右下 水母 章魚 水母、章魚 兩隻都不是 章魚、八爪魚 是日文中的 對我來說 這樣 下中間 那個是蟹 這個 蟹 蟹 非常好 好 我給大家猜三次 然後我就開猜 右上那個是蟹 這裡 右上那個是蟹 右上鑼 很近 不是很正確 非常之近 最後那隻是青蛙 哪隻啊? 青蛙 這隻? 那隻? 這隻? 我再重複一次 大家的貼士是 我是做無尺 所以這隻蟹 是右骨的 我們猜到一個 好嗎? 還有沒有人猜嗎? 左下是海星? 左下是海星? 我知道是一公斤 很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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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不是海星 很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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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你能說出那個門? 那個氾濫? 我可以猜了 我怕會被人踩桌 海膽 海膽 好 大家深呼吸 我逐一逐一說 左上角 第一隻 你們以為是水母 牠長大了會變成一條蟲 一個 懂得起一個 一個管 中文真的叫管蟲 Tootworm Sabellet family 全部的B都是這樣的 牠們會像一個陀螺形狀 上面有兩隻眼 是 是很好跟牠的爸爸媽媽 阿阿阿阿阿阿雞抱羽 大了會變成一隻騰湖 Bornical 的BB就是阿阿雞抱羽 然後很厲害 你猜到是鱸 牠其實是一隻 象拔龐的BB 我以前讀書就是研究牠 彈話告訴大家 象拔龐可以達到百歲 雖然你們現在在酒樓買的那隻 其實是三四 三至五歲就已經送來香港 給我們吃鬼了 但是牠們的腦 牠們可以去到過百歲都可以 牠們的BB是這樣的 小小隻 然後前面有毛毛的地方 是用來游泳用的 左一個非常厲害 猜到是激疲累的動物 沒錯 海膽 海膽的BB是這樣的 有些人說像太空船 Space Invader 這樣 中間非常厲害 猜到是一隻蟹 沒錯 最主要是一隻長手的陶瓷鞋 最右邊是一隻海星 大家很吝疑 為何像飛機 為何這麼不像樣子 其實很簡單 是因為牠跟牠爸爸媽媽的生境 是完全不一樣 有很多這些所謂的Ecosystem engineer 特別是只要牠是一隻毛嘴動物 像海膽也好 或者蠔也好 牠的BB是浮游生物 牠要透過這個階段 你看看一隻海膽 牠一輩子不能走得很遠 但是牠的BB 是一顆的兩百個微米 200microns的小動物 牠們可以隨水飄 去的地方就遠很多 牠是靠這個階段 去做一個基因的交換 所以是非常之重要的 我整個實驗室 其實就只是做BB 我覺得BB得意大隻那些 還有你們都感受到 牠們很可愛 一點都不像牠們長大了 所以有時候我上課 覺得學生很生氣 就會在想 你爹地媽媽會不會都是這樣想呢 你四個哥哥只有這些 我剛才跟你們說過 氣候在變 我究竟要怎樣做這些實驗呢 我們在科技大學 就會用在西面室內模擬 氣候轉變會變成怎樣 其實我們做的方法都不外乎 就是有些氣瓶 然後用一些 佛去控制打氣 打多少 在海水裡面 令海水變算 就無意我們在做很多碳排放 實驗室是這樣的 如果你們有機會 可以下次在我們開放日來參觀一下 我通常都會在那裡給大家看 你說我們做 做得到什麼 我舉例給大家看海膽 在左邊就是日子 BB有多大 Y-axis就是 他們還有多少剩下 如果向下跌 就是他們有死度 其實如果你簡單點看 無論是孫間值是8 或者7.6 就是我們預計世紀末的海 會有多酸 以至7.2 都是沒有什麼差別的 一些 但是不是很嚴重 但是反而很不同 就是 如果你看黑色線 和點點線 你會看到 黑色線高於點點線 是不是 其實意思就是說 在酸化的環境之下 那隻海膽的BB生得 沒那麼快 大得沒那麼快 慢了 除了慢了之後 我們覺得最奇怪的東西 是 我要認同 我這個不知道中文證得對不對 英文我們會叫 中文真是英文牙 如果我直接翻譯 那是做什麼呢 你們可能有人聽過 我們那時候整個故事 就是我們說 我那次做了一個實驗 我又是做了一隻海膽 突然之下我數一數 為什麼在第五天 我明明把我放了十八 即是一百 一百個百分之下 十隻 拿十隻出來 為什麼我那天十隻 拿二十隻出來 我就以為自己傻了 我的同事就說 你一定是做錯事 你是不是兩瓶倒在一起 我說沒有 然後我們重新再做 那個實驗一次 我們在兩個不同的媽媽 裡面都發現同一事情 如果一百分之下 即是我把十隻放進去 都是有些時候 特別是在酸鹹值變低的時候 就會突然之間多過 我們放進去的數目 然後我們看看發生什麼事 就會看到那隻海膽BB 在做這件事 我們英文叫這個 作用叫做budding 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他們自己的一隻海膽BB 在他們的身體其中一個角落 撕掉一些肉出來 然後那隻變一隻 一開二 很多人在那裡嚇 你們可能有聽過這個故事 如果你想弄死海星 千萬不要把它切開 一隻變兩隻 然後一隻會生兩隻出來 因為海星和海膽 其實都是屬於激疲類 你剛才很厲害 Echinodern 都有這個regeneration 再生的功能 他們只要可以拿到一些 如果有讀白痕的同學 拿到一些mesoderm和endoderm 他們就可以再做一塊出來 那麼我們發現 是第一次研究發現 原來在受壓的情況之下 海膽BB的其中一個反應的方法 就是複製一個自己 撕一顆出來 你問為什麼 我們現在猜中有幾個原因 為何會做這件事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可以是 增加你生存的機率 一個機率不夠用 有兩個 少了一個 都還有一個 對不對 另外一個alternative 我們猜的方 他們為什麼會這樣做的原因呢 就是 如果你很健碩 你的目標很大 你現在生得這麼慢 你又要在那裡浮沫 那條魚就可以來捉住你吃 但是如果你細小隻 那條魚見你不好 可能你有好處 那我們現在猜中 我們現在進一步研究 就是他們在做 那為什麼要變小隻 對於他們的能源應用有什麼影響 一年之後 我可能經常說過答案給大家聽 但是當我們在香港 重複這個實驗的時候 香港那隻麻糞海膽 做了一件事 令到我覺得很神奇的事情 就是他上次撕開自己的時候 就是literally budding 他的process做不完 黏住了 連體 我現在實驗室還有幾隻 黏住了 黏到他們變成一隻小隻的海膽 都黏住了 我們現在就另外有一體列的實驗 在做為什麼他們會黏住了 以及黏住了會有什麼影響 但是其實 都挺可怕的 是不是 酸化只要變了少許 叫做我跌了0.3的酸簡直 就會令到他們的傾形變成這樣 最後我們實驗室做的一件事 就是看看他們如果變得不同 生得慢了 他們還會不會動 還會不會游泳 我們做的方法 其實真的要錄他們的影片 一般來說 你看到大顆 那些是一隻隻海膽的寶寶 我們現在無疑有水流的狀況之下 他們會怎樣動 水流在左邊向上升 右邊向下跌 你會看到他們在動 這個較快了 不陪拼的 沒有那麼快的 他們沒有游得這麼快的 重點是什麼呢 我們接著有這樣的影片之後 我們就可以做一些電腦的分析和模擬 簡單來說 我們就會每一條黑色線 就是一隻海膽幼仔游三分鐘的路徑 無論這個是水流動 或者水在左邊升右邊向下降 紅色點開始 我們對酸化和不酸化 只要他們的碎數是一樣 他們游的速度也是一樣 其實是非常有趣的 你說怎樣 簡單舉個例子 就是你是小學生的大小 只要你 應該這麼說 你在中學裡面 通常最小的那個人 通常都會被人欺負 因為他小的 但是你現在就是一個 小學生大小 大中學生年紀 但是你在做中學生的事情 我們現在做一個最新的模擬 可以很開心地告訴大家 雖然他們這麼怪 他們是死了 只要他們游水的速度是正確的 他們都可以找到路回家 就是說因為他們是隨水漂 他們其實是用水流在不同水深 通常不同水深的地方 水流的方向和速度都是有不同的 所以只要他們還懂得游水 然後他們游水的速度大概是保持到的話 其實他們都可以有空明 即是回去適合棲息地的機會 所以不是一個太差的事情 是他們是小隻了 是有些情況他們會嬉 但是起碼他們會回家 所以都不是dume and gloom 都是有些好消息 我講過一段時間 你們聽完不聽了什麼呢 總結一下 生態系統工程師Ecosystem Engineer 對他們的棲息地有很大的影響 香港有很多生物多樣性 你們可能對陸地比較熟 其實海洋我們都有很多生物多樣性 當中有不少都是生態工程師 可能他們只不過是一隻海膽 或者是一隻蠔 但是他們都可以做很多事情 那人類的活動 無論是工業 或者是我們每天的碳排放 對他們絕對是有影響 在某些情況之下 順便對他們是有危害的情況 但是不需要太dume and gloom 就是沒有希望 因為我覺得你們這裡很厲害 很多人都做義工 其實你們已經在幫忙改變這個世界 我經常都想 你看看香港我們可以關燈一個鐘 整個城市都可以是這樣 其實我們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到 所以在我今天走之前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個我很喜歡的 是一個印度的外交家 他在聯合國一個演說上說的 英文就是 We conserve what we love and we love what we understand 如果我中文譯 我不是譯得很好 我覺得他想說的是 我們會保育我們愛的東西 而我們愛我們理解的東西 所以我很希望你們今天 可能知道了多少關於海洋生物不同的東西 希望你們可以跟其他人分享 然後把這個保育種式帶出去 就是這樣 最後再多謝大家來 如果有任何問題 隨時可以發一個電郵給我 我是Karen Chan at UST.HK 還有給你們一個很尷尬的相片 我剛才說過 有很金的Ecosystem Engineer 一條鯨魚會變變 其實海膽BB會不會變變呢 他們也會的 這個就是我的B變變 很尷尬的樣子 大家可以笑一下他們 他們真的是這樣的 今天分享到這裡 多謝大家